献王二人并没有在宫里待太久,把这事解决了以后,魏英就带着蓝湛回了蓝家,马车里。 魏英抱着蓝湛,这儿,明天,我和我阿娘去你家提亲,好不好? 蓝湛皱着眉头,献哥哥,先帝财固去不到一年,我们这时候不能大操大办,不然外面的人得怎么说你? 魏英看着蓝湛,叹了一口气,那就不送聘礼,只去把婚书签了,好不好? 等国丧妻一过,我就正式过来下聘,定日子,好不好? 蓝湛点头,好。 魏英抱着蓝湛,开心不已,因为两人之间,现在还没有定下来,魏英让蓝湛引人非议,特地走了后门,让蓝湛回到蓝家,蓝湛刚进大堂,就看到蓝夫人和蓝西辰甚至父亲都在。 蓝湛快步进去,忘记见过父亲,母亲,兄长,清衡君淡然道,好了,免礼,你和魏王世子的事我听你母亲说了,蓝湛抬头,刚想说什么,就被清衡君抬手打断。 你跟世子两相有异,我们也不多说,只是,忘记,你跟世子的家世差得太多,你要有个心理准备,你是男子,若是日后,世子纳妾,你要怎么办? 蓝湛想说什么,被蓝西辰打断,他敢。 魏无羡能有我弟弟,就已经烧高香了。 他还想纳妾,清衡君横了蓝西辰一眼,我是说,万一?蓝西辰很有志气,没有万一。 他敢纳妾,我就敢接旺姬回蓝家。 清衡君还没说什么,就听到门口传来了一句,就是,他敢。 清衡君抬头,看到了自己的弟弟,蓝启仁,蓝湛赶紧给叔父见礼,旺姬见过叔父。 蓝启仁点点头,看着蓝湛说道,旺姬,你要是真的喜欢魏无羡,叔父不拦着你,但是你记住,日后他若是敢对你不好,你就回来告诉叔父,我打断他的腿。 蓝湛可是蓝启仁最得意的弟子,他可见不得自己家的孩子受半点委屈。 蓝湛点头,旺姬,你自小在我膝下长大,如今,这种局面,母亲帮不了你别的。 我和你父亲商量过了,明日,开祠堂,请你叔父作证,让你父亲将你记在我名下,从此以后,你就是蓝家嫡出的公子。 蓝湛愣了,他看着嫡母,又看看兄长,有些难以置信,蓝起人看着傻掉的蓝湛,轻声开口,忘记,你这孩子,高兴傻了不成。 还不过,谢过你母亲。蓝湛跪了下去,多谢母亲。蓝夫人扶起蓝湛,忘记,母亲做不了别的,这是母亲能为你做的唯一的事情的了。 你以后跟世子好好的,母亲也就放心了。 蓝湛点头,蓝湛又回头看向蓝西辰,兄长,还得麻烦你去一趟魏王府,跟魏英说一声。 让他明天下午再来,蓝西辰看着蓝湛,不解,他刚刚跟我说,他明天要和魏王妃来下聘。 不过,念着国丧,暂时不带聘礼,只是把婚书签了。 蓝西辰也没想到魏英这么快就搞定了魏王夫妇,点点头,忘记放心。 兄长一会走一趟魏王府就是,只是蓝西辰不知道,魏王夫妇巴不得魏英赶紧找个人。 魏王府里,魏英回到家中,跟阿爹阿娘说了今天的事。 也说了要让谢允来王府住一段时间的事,魏长泽和藏色都没有意见。 阿英,你就让陛下放心,谢公子住在王府,肯定没人敢动他。 魏长泽一拍胸脯,保证道,嗯,阿爹,很快,这天下就要换换血了,魏英的眼中不再是平日里玩闹的神色,取而代之得是一片深沉。 阿英,你和陛下放手去坐吧,后方有我和你阿娘。 魏英点头,我明白。 对了,明天估计得辛苦阿娘跟我跑一趟了,藏色抬头,你个臭小子,把阿战搞定了。 魏英想着那个玉学可爱的小人,笑着点了点头,藏色赞许地点点头,那行,明天阿娘去一趟,把婚书先签了,我跟你说,以后你可得好好对这儿。 魏长泽也点头,咱们家可没那些破事,一生一世一双人,你既然选定了这儿,以后可不能花心。 魏英点头,你们放心吧,我不是那样的人,我有这儿,已经很知足了。 藏色点头,王爷,王妃,世子,蓝家大公子蓝西辰来了,魏英回头看向侍卫,西辰。 让他进来吧。 魏长泽怀疑地看着魏英,阿英,你不会是欺负这儿了吧? 魏英还蒙着,阿英,我跟你说,可不许,你们还没成婚,你要是现在传出什么来,别人不说你,可不会放过这儿。 看着义正言辞的父母,魏英满头黑线,阿爹,阿娘,我是那种人吗? 这时,蓝西辰也到了,见过魏王,魏王妃,魏长泽点点头,你怎么来了? 蓝西辰悠悠地看了一眼魏英,我是受这儿之托,来跟世子说点事。 藏色看着蓝西辰悠怨的眼神,一拍桌子站了起来,阿英,你不会真的欺负了这儿吧? 魏英,魏王妃,您误会了。 我来找世子,是世子跟这儿说明日要去蓝家签婚书,我想说让世子后日或者下午再去。 魏英不解,为何? 蓝西辰叹了一口气,我母亲明日要开祠堂,将旺基记在她名下,做蓝家嫡公子。 魏英听到这话,心里一松,随即说道,其实,我和阿爹阿娘不在乎这个。 魏长泽和藏色随即点头,可是人在乎。 等旺基入了族谱的嫡系之后,蓝家会公告出去,这样,旺基以后的路也会好走一些。 魏英沉思了一会,点了点,反正他无所谓,他就不信,等他跟皇兄整顿了朝堂,有了更大的权力,还有谁敢嚼舌根。 蓝西辰看着魏英,世子,叔父可说了,以后你要是敢待这儿不好,他就打断你的腿。 这句话,蓝西辰是在魏英耳边说的,魏英失效,蓝老先生惦记我的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,你看他哪次惦记成功了? 说完,又回头看着蓝西辰,你这是什么表情? 一脸忧怨,我又没欺负这儿。 蓝西辰看着魏英,怎么? 世子拐走了我弟弟,还不许我幽怨。 魏英无奈,明日我得跟皇兄商量一下,让他给你留心一下朝中大臣的女儿,你也到了试婚年龄,也是青年俊秀,怎么能孤苦伶仃的呢? 蓝西辰巴不得打魏英两巴掌,你不要仗着你和陛下关系好,就来欺负我,行不行? 魏英撇撇嘴,行了,你回去告诉蓝家,我和阿娘后日去蓝家下婚书,等国丧过了,我会立刻去下聘,定日子。 说着,又想到了什么,来人,去膳房,将芙蓉玉膏拿来,吩咐完人,又看向蓝西辰,这是这儿最爱吃的糕点,你给我好好带回去,完完整整地交到这儿手里。 还有这封信,说着,魏英又写了一封信,放到盒子里,蓝西辰翻了个白眼,我还能私吞你的糕点不成。 说完,那些王府侍卫送来的糕点跟魏王夫妇到了别,转身离开,魏英看着蓝西辰的背影笑笑,正好,骂我们明日就准备谢公子来府一事。 魏英看向自己的父母,魏王夫妇也点了头,如果单单只是谢允还好说,现在,谢允可是大魏未来的帝后。 他们怠慢不得,想着,藏色起身,让人去给谢允收拾屋子,蓝家,蓝西辰回来时,蓝湛已经回了自己院子,蓝西辰拎着石河去了静室,兄长。 蓝西辰踏进静室的时候,蓝湛正在练剑,看到蓝西辰进来,蓝湛放下手里的剑迎了过去,蓝西辰把石盒放在石桌上,忘记,这是无限让我给你带过来的。 你这是?蓝西辰看着石桌上雪亮的剑问道,爱因骄的,让我自保用的。 蓝西辰没再多说,这样也好,他的弟弟能有能力保护自己。 蓝湛打开石盒,看着里面的糕点和书信,笑得一脸幸福,忘记,都说魏王府里的厨子做糕点一绝,不知兄长能不能尝尝。 蓝湛立刻抱紧了石盒,兄长,不行,这是爱因给我的。 别的都行,这个可不行。 蓝西辰无奈,不就是糕点。 你若是喜欢,明天再让无限给你送便是。 蓝湛抱着石盒不撒手,不行。 兄长你不懂,这是我和阿英的约定。 看着蓝湛笑得开心,蓝西辰不愤,不就是一个糕点,怎么还跟约定扯上了关系。 蓝湛抱着石盒就是不撒手,不给。 说着,还跑回了屋里,徒留蓝西辰一个人风中凌乱。 第二日,谢允在魏王府门前下了马车。 走进魏王府,草民,谢允刚想见礼,被魏英拦住,谢公子,不用客气。 真的。 魏长泽和藏色也松了一口气,微笑着说道。